政治焦点带您关心到 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巴拉圭 这期间是过境的美国 引发中国强烈不满 中共中央台办负责人 今天批评赖清德 将台湾推上兵凶战危的险境 将采取坚决的措施 惩戒台独分裂势力 解放军东部战区更宣布 今天在台湾的周边 组织海空联合战备警巡 海空等兵力联合演训 警告的意味相当浓厚 对此国防部强烈谴责 副总统赖清德结束出访巴拉圭 过境美国之旅返台后 中国解放军果然又有动作了 共军东部战区官方微博 发布消息宣布 将在台湾周边组织 海空联合战备警巡跟联合演训 以展现对台独分裂势力 跟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 中共中央台办再批 这是民进党跟美方勾连的挑衅行径 打着过境的幌子 窜美卖台骗取选票 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占围的险境 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祸害 因此将采取措施 惩戒台都分裂势力 极其行径 对于这种不理性的挑衅行为 国防部表达强烈谴责 将依国军经常战备时期 突发状况处置规定 派遣逝切兵力应对 这次借故发动军事演习 不仅无助于台海和平稳定 也凸显了穷兵独武的心态 坐实了军事扩张的报道本质 中国一连串行动明显针对赖清德而来 不过这次出访的低调与自治 也跟国安团队不断杀盘推延有关 虽然外界质疑赖清德 没有自己的国安人马 但过境时展现风险控管的能力 总统蔡英文不仅派核心幕僚 抚负命书长黄崇燕随团协助 自己在接见外宾的场合当中 私下也都强调赖清德如果当选 会继续他的两岸外交路线 蔡英文跟赖清德的合作 是非常的有默契 非常的密切 有蔡总统大力背书 替赖清德争取国际支持之外 同时也化解依赖论 记者萧比先生台北报道